日本人在拍摄抗日剧时曾一度崩溃 演习途中直接喊出了这一句话 剧本中本没有这句台词 可导演并没有喊停继续拍摄 另一名演员快步走上前 给了那个日本人一圈 全都被导演记录下来放进原片 而群演崩溃的原因 就是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的拍摄 猛烈的机枪瞬间就打死了一片的民众 然而这还是最感受不到痛苦的方式 日军的残忍折磨怨不至于此 他们将人们赶到水边 面临的不是枪杀就是淹死 有的被推进挖好的土坑里 直到坑里装不下了才看天上 鬼子站在上面蹦蹦跳跳 脚下则是一颗颗勇士的生命 比较强壮的还会拉到山上 让那些没有经验的新兵练习火把 一幕屠杀在街边上野 路边到处都摆放着的是尸体 柱子上挂着的是尸体 下面绑着的是尸体 南京成了恶魔遍野的地狱 三十万条生命是不可谋灭的罪证 一对士兵成了鬼子们的俘虏 他们没有低垂着头颅 眼神坚异地看向死亡的前方 可是身边的孩子还小 队长轻轻地捂上了孩子的眼睛 在临死前发出最后的呐喊 他们口中充满了不屈 国家始终是心底下最后的信仰 正是有他们的存在 中国确实不会忘 随着机枪的声音响起 他们的声音戛然而止 再放眼望去 只剩下汪洋一片的死坛 一望无际的尸体 阵笼发窥的沉默 城内的搜查还在继续 八个小鬼子推开一扇教堂大门 震惊地发现 这里有着上千民众 一人一脚都能踩死他们八个 他们也吓得嘴唇微微颤抖 可紧接着一名老人聚起双手 其他人也都纷纷效仿 但这简单的动作也吓得 鬼子们瑟瑟发抖 因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代枪士兵 他们并不是不想反抗 外面必然有更多的鬼子 他们反抗了 民众必定遭受牵连 可以为投降就能活命 还是太过天真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底线可言 而教堂也不是圣洁的救赎之地 此时的南京只有一个安全区 就是德国人拉贝庇护的难民营 因为当时的德日友好条约 让日本人忌惮拉贝先生的身份 可是透过栅栏看到漂亮的女学生 日本人还是抑制不住手信 晚上就偷偷溜了进去 拉贝先生发现后他们敷衍了事 拉贝的助理老唐会一点点日语 他也清楚偷偷潜入只不过是个开始 所以就拿起了剪刀 将妻子的头发一一剪掉 美丽的外貌只能是引来杀身之祸 所有的女学生们也不例外 女教师将书远挨个检查他们的指甲 涂过指甲油抹了口红的全都擦掉 可是舞女小江纵使逃亡避难 也不愿抛却女性的柔妹 直到最后小江也宁死不从 所有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可是鬼子怎能就此善罢干秀 他们趁拉贝先生不在 抢走了那名鹰庇护的旗帜 等到安全员冲出来后阻拦在外面 接着大批的鬼子如野狗一般冲了进去 冲向那名鹰的女儿们 反抗声嘶吼声不绝于耳 等到鬼子们离开之后 安全员返回看到的只有一片狼鸡 更有的不堪受入跳落自杀 屋内是女人们无助的抽气声 小江因为没有剪头发而外貌可燃 还遭到了更加惨烈的羞辱 他眼神呆滞地坐在窗边 没有哭泣 没有怒吼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另一边拉贝先生得到了国家的消息 让他立马回到德国去 不能再继续保护中国的难民 当助理老唐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顿时感觉犹如天塌 七女孩子全都在难民营里 就只靠拉贝先生的庇护 一阵沉思过后 老唐作出艰难的决定 他凭借着汇日语的优势 找到了日本军官 出卖了难民营的军人 获得了一张戴印章的两名证 拿着那张用良心换来的纸 在一众掌声中他无奈苦笑 不出所料 日军很快冲进难民营 杀到了许多还在此伤的军人 可是在这期间 他们还发现了更多女学生 让鬼子高管起了戴心 大家不要害怕 你们也不要紧张 环境局次到这个路里来 是想接几个女人带回去 吃饭跳舞 三天以后就还给你 女人是不可以切的 你是哪一个 拉贝的密宿 他们忌惮的只有拉贝先生 准备强行带走女人 老唐脸盲量出他的两名证 可是此时这张有印章的证明 只能是一张摆设无用的白纸 高管抱起一个小孩 就从窗口扔了出去 那就是老唐的女儿 无助的呐喊 无尽的悔恨 他用汉奸的身份 什么也没换来 反而是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那边拉贝还在做最后的庇护 可是日军已经看不起拉贝先生 如果他们不交出女人 那么就是违反日德友好条约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选出一百个来 安全员含泪告诉在场的人 你们的牺牲会给难民 换来过冬的煤炭 换来食物换来升级 此时台下的女人们陷入寂静 他们都知道 这一趟过去就很难回来 可突然有人率先站了出来 站出来的正是 不愿剪发的小江 那柔美的外表散发着坚毅 眼神中尽是誓死如归 紧接着一个又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们鲜嫩的手掌下 都是每个注入钢墙的女性 被送出大门后 埋进真正的地狱 面临他们的将会是鬼子无尽的折磨 死了就像是扔垃圾一样 丢弃到送往乱葬岗的推车上 还有的则是被折磨到疯 被看不下去的鬼子就地枪决 最终一百人回来的只有寥寥几个 拉贝先生终究还是被钱送回过 无数难民勇过来祈求 用这为一回的一句德语 不要走 他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冷光 可如今也要游进灯窟 回头看了一眼群众心生无尽的自责 请求他们能够原谅自己 车子缓缓启动 栅栏内净是绝望 随着拉贝先生一起离开的 有跟着工作十几年的老唐 和怀有第二胎身孕的妻子 来到检查关口 拉贝只能带走两人 一位战士同胞被留了下来 老唐带着妻子缓缓走了出去 可回头看了一眼后 老唐停下脚步 我一路下来 就走一走小妹 妻子知道将要意味着什么 紧紧地拽着老唐的手不肯放 而老唐努力地挣脱开来 他转身为了给那些人赎罪 为了能够换一个战士的生计 隔着铁丝是他们夫妻最后的诀别 老唐满脸笑意挥手目送妻子 之后来到处决的刑场 鬼子给老唐摘下眼镜 想要给他蒙上一块遮蔽目光的黑布 可老唐却倔强地扭过头 对方又重新给他戴上眼镜 涂完最后一口烟 老唐即将出刑 随着老唐被绑到了柱子上 枪声响起 老唐还剩下一口气 一名鬼子就在腹部了一枪 尘土消散 一切回归了宁静 拉北先生虽然离开了 但是各国大使和媒体抵达了南京 日本开始装目作养 释放难民 但是男人和军人一律不放 如果手上有老箭 头上有钢窥音 就会被当作士兵直接带走枪杀 终于外国人员看不下去了 他们摆班圈说下 鬼子们勉强让每个女人带走一个男人 可是有的人既有儿子 也有丈夫甚至父亲 人太多根本就领不完 将老师当即决定变换妆容 能多带走一个就多带走一个 这都被一名细心的士兵脚穿看到 但是他并没有去揭穿江老师 可最终还是被其他鬼子发现 江老师要被带走当位安抚 路过难民放过他的士兵时 用英语告诉他杀了自己 望着远去的背影 脚穿心生一股佩服 一声枪响 他送走了江老师 他也受够了这样的屠杀 脚穿和一个新兵去解决两个难民 可他却命令新兵释放了两人 一老一宵以为鬼子又要羞辱 低垂着头向前缓慢行走 可随着身后传来一声枪响 他俩发现自己并没有重担 那明星兵也回过头去 发现只有一具躺在草丛的尸体 电影终究还是电影 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残忍 远远不是电影能够展现出来的 如果可以去纪念馆看看 那里才是如意快据 是压着每个人的心 那些任何中国人无法承受 和再次回顾的历史重放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是战争史上最肮脏的篇章 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也是每个中国人不能遗忘的霸痕 电影本就是回荡在脑海中的一书 长片短节只为推荐一部电影 触控原片才会体验一段人生 下一个路口我们再见